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FU Super频道,我是Mini 现在夏季已经接近尾声了,天气也慢慢转凉 所以今天的主题我就想跟大家来分享几款我最近特别喜欢的 很适合现在夏秋交替这段时间来穿的鞋 首先呢我想跟大家介绍这款白色的方根皮鞋 我真的是特别特别喜欢它 相信关注我微博的小伙伴应该已经发现了 在我的穿搭分享图片当中 它已经出现过非常非常多次了 没错,我真的穿了它走了很多的路 特别是每次逛街的时候我也很喜欢穿它 它的各个方面其实都让我非常的满意 比如说它的鞋型是这种比较窄的鞋型 脚面的部分呢也露的比较多一些 穿上以后就会显得脚特别的纤细 同时呢还能拉长我们的腿部线条 显得腿很长 那这双鞋的皮子它不是很硬 所以穿上就会觉得特别的随脚 没有什么磨脚的感觉 我穿上它真的是走了很多很多的路 大家其实也可以看到 它已经有一点点磨损的痕迹 但是它的鞋型依然保持得很好 另外它的颜色搭配也是我特别喜欢它的一点 这种白色的鞋面加上橘色的方格 我觉得它的可穿性就会非常非常强 不管是在春季夏季和秋季这三个季节来穿 我觉得它搭配起来都是蛮合适的 第二双呢是想跟大家推荐这款小高跟皮鞋 它是真皮材质的 所以质感上感觉是非常好的 另外它的花纹呢又是今年特别流行的动物纹 颜色又是一个非常百搭的棕色 所以我最近特别喜欢穿它 五厘米的小高跟在拉长腿部的同时呢 又能保证我们穿着的舒适感 走路的时候并不会觉得脚很累 穿上以后会露出一点点的脚趾缝 会更加凸显女性的柔美 从款式上来说它很适合姝女风格搭配 当然也很适合职场干练帅气的搭配 用它搭配西裤牛仔裤长裙都可以 可穿性是非常高的 其实一直关注我的朋友应该可以发现 我推荐的单品呢 大多数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就是百搭 因为我买一件自己喜欢的单品呢 就希望它物尽所用 希望它可以在多种风格和颜色的搭配中 都能被用到 这样也不至于浪费 这款鞋不管是在款式还是颜色 都属于很百搭的款式 所以就特别推荐给大家 接下来的两双鞋呢 都来自我们亚洲的品牌小CK 首先这一双黑色戴卯钉的肩头放根皮鞋呢 是我最近特别喜欢的 我当时在网上下单的时候 一看见它就毫不犹豫地加入到购物车当中 它是我非常喜欢的那种 既能展现出女性性感柔美的一面 又能展现出女性干练帅气的一面的那种单品 它的鞋面是这种磨砂质感的 又增加了几分复古感 所以在夏末秋初用它来搭配十下最流行的樱花长裙是特别合适的 刚一拿到这双鞋的时候呢 触感上我会觉得它比较硬挺 又看到有那么多金属的装饰 就会担心它会磨脚 但是没想到穿上以后却特别的舒适 脚掌和脚后跟都有很软很软的垫子 穿上以后软软的 绑带也一点不磨脚 更贴心的设计是它在脚面和脚后的这个袋子上 都会有松紧带隐藏在这个金属扣的下边 相当于可以用金属扣来做粗条 然后松紧带进行微调 所以穿上以后特别的跟脚 完全不会掉 但是又不会觉得勒 那第二双来自小CK的呢 就是这款黑色高跟木勒鞋 其实这个款式在很多品牌 大家可能也都见到过 但是我觉得这双小CK的木勒鞋 它比较特别的是在它的这个根部的设计 大家可以看 从侧面看的话 这个跟好像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方跟 但是实际上你从正后边看的话 它又是一个这样比较细跟的这样的设计 所以从后边看的话 就是感觉这双鞋是比较柔美一些 比较女性一些的鞋子 这个款式呢 依然延续了我刚才说的百搭的特征 黑色的鞋子 其实不管你搭配什么衣服都是可以的 或者你在上班穿 逛街穿 约会穿 或者是去酒吧玩的时候穿 其实这个鞋型都是非常合适的 而且我买这双鞋的时候呢 它正在打折 所以我觉得非常的划算 而且小CK的鞋子价格不贵 但是款式呢又很不错 这个价位能买到这样的设计 我真的觉得是超级贴心了 而且收到鞋的时候包装也很细心 如果是国内的小伙伴呢 应该可以买到更多好看的款式 除了这两双鞋 其实我还看上好几双 但是卖得太火爆了 在欧洲都没有我的号了 我看了一下国内的官网 款式要比欧洲这边的要多很多 库存也挺充足的 还有一款呢 是从现在可以一直穿到冬天的 菲拉的这双老爹鞋 因为它的材质呢是皮质的 而且它的根比较厚 所以在冬天穿的时候会非常的保暖 另外它的这个底很厚 里边还有一点点的内增高 所以穿上它可以默默的增高好几厘米 嗯 它的款式呢不是像LV的那种 特别夸张的老爹鞋的鞋款 颜色也是比较简单的白色 搭配了品牌的这个标志 所以在日常穿还是很合适的 我在微博分享的穿搭图片当中 搭配了一条阔腿开叉牛仔裤 可以拉长腿部的比例 当然我觉得它搭配紧身裤 长裤或者短裤 其实都是很合适的 好了那今天分享的这几款 我最近非常喜欢穿的鞋呢 是很适合现在这个季节来穿的 那所有产品的链接 那我也会放在下边的信息栏 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过去看一下 还没有订阅我的小伙伴 记得点击屏幕下方的订阅 订阅我们的频道 这样就可以第一时间 看到我们的视频了 在国内的小伙伴 也可以在B站找到我们 另外在微博和公众号 我们也会po一些有趣的日常 嗯 还有更多的分享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 记得关注我们哦 那我们下次再见啦 拜拜